在A3G女团成立之初呢 就一直这里通过用音乐作品来让人真正的了解国风 了解我们老祖宗的文化历史 其实呢传统节日呢 作为我们文化一个重要的载体 它的每一个节日都会有特定的习俗 然后背后呢都会有一些历史故事 那为我们的创作呢就提供了很多的灵感 像我们的一些作品啊 看望月还有一样的月光 它就是讲中秋节的 然后还有团团圆圆春节 还有我们的闹元宵 那每到传统节日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 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歌曲 然后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呢 可能是在家里跟家人过节啊 端午节呢也有龙节的别称 因端午时期较为干旱 所以呢古时候常有记龙旗语之说 我们现在端午节也是经常可以看到 滑龙舟这项运动 也是作为我们端午节的一项特有的运动 那我们基本上过端午节呢 就是在家吃吃粽子 然后看别人滑龙舟 关于粽子呢我们也是很喜欢吃的 然后南北方呢各有甜粽和咸粽 其实为代表的呢北方有北京的包甜枣的粽子 南方的话呢有包五花肉的绿豆沙的 红豆沙的都有很多 然后还有大家很熟知的浙江的嘉心粽子 还有广东的咸肉粽子 关于什么口味的话 大家应该都是甜咸都有各自的爱好 对我们也很喜欢吃 不管是咸甜其实粽子更像一种特定的媒介 让我们记住这个节日 记住这个节日背后更为深刻的文化 最后呢我们一三天就在这里一起祝大家 端午安康 山海间共此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